強風加上大雨不斷 就怕土石再次崩落 為了安危現場怪手被迫停工 維修人員不斷從旁監視 如果天后允許 還把崩塌的狀況 沒有持續再加大的話 那這個部分我們預估 最快是在12月8日 能夠來搶通單線通車 瑞芳喉童路段12公里附近 台鐵監視人員在11月30號 發現電竿倾斜 12月1號施工拆除電竿 及變形土牆 不料雨是不斷 12月4號邊坡持續滑動 幸好當天上午 開車經過此路段的司機員 激警通報 才成功擋下兩輛列車 避免重大事故的發生 台鐵出動六十位施工人員連夜搶修 崩塌的吐石土放量已經高達一萬立方公尺 預計需要進千趟的卡車才能夠清運完畢 之後再交油電力段做電力的復線 希望能夠盡早搶通 大陸新聞 現時山科興致台北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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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